那么贝纳突然宣布辞职 可以说在共和党的国会党团里 引起了不少的混乱 有多名议员宣布他们要参选议长 那么就在上个周末传出消息说 威斯康星州的众议员 也是2012年罗姆尼的竞选搭档 保罗瑞恩 很有可能也会投入这场竞争 在我们今天的小夏看美国栏目当中呢 龚小夏就要来为您解读 这条非常重要的政治消息 我们先来欢迎小夏 小夏你好 谢谢 我们先带我们的观众朋友来了解一下 简单的看一看到底美国国会的这个议长 众议院这个议长的职位 它的重要性有多高 是通常是如何来产生的 议长是美国政治中第三号人物 所以是非常非常重要 当初在设定宪法的时候呢 因为当时设定的国会啊 参议院是由州议会选的 不是民选的 只有众议院是民选的 所以美国国父认为 应该把权力呢 交在重新方的众议院 所以呢你看总统 副总统是第一第二号 第三号继承人就是众议院的议长 所以这个议长的位置非常非常重要 而在现在这个情况下呢 议长这个位置 因为议长不仅仅是管一个党的 它是多数党中选出来的 但是呢它要管整个国会 它要平衡整个国会的所有法案 什么法案在台面上 什么不在台面上 所以它是整个可以说吧 它控制着美国的立法程序 这是非常重要的职务 是确实 那么另外我们就要来看看 这次的这个议长之争 到底有人说它凸显了 共和党内的一些乱局 那么我们看到了 从原本这个被视为是国会 共和党内的第二号人物麦卡锡 他突然宣布他也不选了 那么接下来呢 现在大家又把焦点转向保罗瑞恩 为什么瑞恩在这个周末 有可能会改变他的意向 他本来不想选的不是吗 他本来说了不选不选 一次一次分都说不选 因为他是有选总统的野心的人 他上次选副总统 这瑞恩非常年轻 现在45岁 他28岁就选进国会了 当他选进国会当议员的时候 他跑到国会去 国会那些看守说 政见呢 他说我是议员呢 你怎么可能是议员 要把他赶出去 非常有意思 就是这个 他很年轻 而他这个人呢 是很爱读书的人 我跟他 以前还打过交道 跟他谈过 当时我也以为 他是个什么助理 实习生之类 谈下来 聊一会儿才知道他议员 因为我们有很多 共同喜欢的书 他是共和党内一个 很爱读书的人呢 他也很有政策眼光 他的长处是处理 各种财政事务 所以他现在是美国 这个国会的 税收委员会的主席 他很喜欢很喜欢这个职位 原来他的财政委员会 他都喜欢处理这个事情 这样一要当议长 那就要处理党务了 所以他很头疼 他不愿意当 但是呢 目前在共和党里 能镇得住 就40个议员 组成了极少数派 他们叫做 就自由党团 这个自由党团是极端保守派 能够镇住他们的人不多 瑞安是其中一个 所以大家都来推他竞选 而且是希望他那个 那个以后呢 能够就是给共和党 就能够把党团活动组织起来吧 可是有一条要知道 美国历史上 从议长职务 做到总统的 所有总统也只有一个 所以可见议长当总统不容易 为什么 因为议长处理太多党团事务了 或许这也是瑞安 非常排斥的一个最大因素 好我们谢谢小夏 来到今天